从无意成形到有意为之 层叠之间厚薄有度 游坐是紫禁城中为保护木构建 而施以地藏游式的营造记忆 时光道回到六百年前 紫禁城汇聚着中国最精巧的游式工匠 他们终其一生用最精湛的工艺 为这里抹上最为醒目的色彩 与金色的屋檐 白色的玉桥 灰色的大地相衬 这满目的珠虹早已成为城中坚实的庇护 在珠红色的油漆质下掩盖着坚实的地藏 这是用油 灰 麻等材料 对木构建表面进行处理的工艺 具有保护木构 趁底找平的作用 灰油是制作地藏的主要原料 经过水的洗礼 火的历练 翻炒 熬煮 推去自己原本的特性 取油入水 成珠不散 极为熬成 斩砍剑木是做地藏的第一道工序 对于旧构建 要去掉旧灰皮 砍出新木叉 对于新构建 则要用剁斧 剁出深一毫米至三毫米的斧迹 以创造在木建表面挂灰的条件 披麻桌灰用麻布和砖灰等材料 相互渗透 重叠桌缝 地藏有一麻五灰 两麻六灰 一麻一步六灰等做法 以紫禁城中常见的一麻五灰为例 第一道灰为桌缝灰 用以桌田构建表面的大小缝隙 通灰为第二道灰 通过满座灰 使构建表面达到平整 浑圆 直顺的效果 屎麻 也称匹麻 将麻用姜粘在通灰的表面 压麻灰是第三道灰 当使麻工序结束 饼干透后 将灰满挂于麻层表面 中灰和细灰要细得多 其作用在于使构建表面灰层细腻化 磨细砖身 是一麻五灰的最后一道操作工序 带灰干透后 用砂石和细砂纸修磨 把表层的姜皮磨开 随磨 随将生酮油刷在构建表面 在地杖做好之后 依次上电光油 颜料光油和清光油 刷三遍颜料光油 颜色均匀 饱满 光亮 最后再照一道清光油 使油面变得平整光滑 细腻明亮 起到保护木构建的作用 披麻灼灰 十三道工序丝丝入口 有条不紊 油座 最重要的是工地 这座由木头搭建起的城 才能抵御风吹日晒 雨雪风霜的青史 油内及外 油外观内 这是中国古建筑 世行恩旨的抵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